檢查室案累積有八個人 體內驗出米酵菌酸 但是帶回檢驗的果條和香蘭葉 卻都呈現陰性反應 因此中毒的原因 目前還是個謎 而胸腔科醫師蘇一峰點出關鍵 要看看代班廚師當天做了什麼 帶您來聽 稍早訪問 蘇一峰認為要養成米酵菌酸 其實有先決條件 必須要有油脂成分 而且要放置一到兩天 才有可能生成 也就是說那些先炒好的果條 得先擺上一天再拿出來賣 就有可能形成米酵菌酸 而出事的那幾天 正值廚師請假出國 由代班廚師管理廚房 到底是哪個環節有問題 醫師認為代班廚師 會是整起案件的關鍵人物